从上半场攻防两队的表现情况来看呢 感觉说这个广州恒大并没有创造出太多太好的得分机会 因为上半场我们也提到作为广州恒大来说 它的特点在于中路的这样一个船地移渗透 但是很显然在绿地生花这个铁桶阵之下 很难找到有效的这种渗透的线路 之后呢恒大呢通过边路的一些船车制造了一些混乱 而在这个混乱出来的二点球的掌控是比较得力的情况下 能够连续的进攻 其实绿地生花我觉得最大的压力无疑就来于此 而且呢在防守过后 生花呢好像总显得往前走的这个线路 包括人员的投入上来说稍微少了一些 如果说能够在反击的过程当中 更大胆的再有一两名队员能够参与到这个反击当中 包括风险上朱建荣这个背身的拿球效率再高一些的话 或许能够有更大的一个威胁 的确像刚刚李燕所提到的 在上场比赛当中的客队上海绿地生花队 是曾经在防守反击当中创造出了好的得分机会 并且呢当时是由朱建荣曾经打住一球 不过因为这个视频助理裁判的最后的确认呢 是判定有越位 有越位这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存在 所以呢这个进球是被吹了无效 我们一起通过战术分析系统呢 来回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来看一下 这是刮林在中场二次断球以后 自己往前带 先扣球突破一名正面的防守球员 随后呢 敏锐地观察到了朱建荣所在的位置 这一条斜线球传的相当精妙 而朱建荣面对初级的门将刘建座 也是冷静地用一个左脚的挑射完成了破门 刮林在中路这个区域都知道他右脚的远射功底相当深厚 所以广州恒大这边铺抢的队员上得太猛了 一下子扣过以后呢 朱建荣这个位置赛中我们也说 首先是在一个越位的位置有一些回接的嫌疑 而且在往前反的过程当中 左手的手臂稍稍还是有一些超过了对方最后一名队员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朱建荣和对方倒数第二名防守球员的位置关系 从现场转播单位所给出的这一条越位线情况来看呢 正好是他的左胳膊左肩膀出在了越位的位置 要不是画这条线仔细观察的话 很难会发现这是一个越位 对 所以当时在处理这个进球的确认过程当中呢 主裁判伊尔玛托夫也是和视频助理裁判呢 做了长时间的一个沟通 甚至是他自己亲自到场边去看了一下回放的漫定